雲林縣連續十天零確診 縣府宣布 週日將要在西羅東南夜市 做微解封的示範 開放攤商進入做生意 但是民眾前往逛夜市的時候 只能夠外帶 並且嚴禁邊走邊吃 但也有民眾認為縣府 應該要遵照三級警戒 到七月十二號 希望能夠暫緩夜市的開放 雲林縣連續十天零確診 雲縣府在一號宣布 四號將在西羅東南夜市 微解封示範 以實名字縮小規模 和民眾觀夜市只能外帶食物 並禁止邊走邊吃 有條件恢復夜市營業 但民眾反應兩極 那我們也試圖想要微解封 在這個部分我們在演你 那我們也試圖 就是嘗試希望在夜市微解封 但是我們要聽取所有鄉親的一個反應 那因為你只要微解封 他其實就會有人潮 那人潮其實他都會有一些反應的 要堪憂的地方 對此東南夜市 管理會表示 過去每週日 約有四百個攤山在這裡做生意 原本四號要四半微解封 開放一百五十攤 但消息一出 在地民眾反彈聲難大 目前將協調攤山暫緩 一直施 市民公司表示希望縣府能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統一指示 等到七月十二號 如果三級警戒真的降級後 再規劃有條件開放 目前為了疫情考量 不贊成現在夜市為解封 記者 雄雲報導